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提供合约草案的部分 那由于东阳都无法提供这两样文件 以至于我们无法在后续再进行协商 东阳深夜十一点再发回应 未达成部分商业条件认了文件交不出来 原先争取三千万剂疫苗代理 现在也只能够再等等 他是被认为是最可能在明年 最早上市的一批疫苗其中之一 而且可能有成功的机会 如果东阳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成功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靠COVID 明年的供货到底能不能供货 还有能供多少 现在其实非常不确定 一时游戏没了疫苗 台湾边境就不能放松 震惊消息反映在股价上 一早跳空跌停开盘71.9元 原本看好明年首季到货 还封光开记者会 但才短短二十多天协商 东阳无预警宣告进口破局 3075胡克强郭一轩增加轩 特别不到